好了 观众朋友们 谢谢您 说完这是WF全球功夫胜的女子超级战的比赛 红方是中国勇士汪可汗 蓝方是世界冠军贝射轮 这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在第一局比赛里面 汪可汗曾经用前手重拳击中对手 被我们场裁判彭杀击的强制 这是汪可汗两次在对方抬腿的时候 想把对方撞出去 说在第一局比赛里面 现在汪可汗是举重了 这是双方第二局比赛 现在对方一上来是急切迫切的 需要一个非常大的重击来驳回自己的颓势 因为在第一回合有两次被裁判强奴 并且刚才他的裁判团 他的教练团队呢 也给这个贝特伦说 你要多激对方的火 但我发现可能是在贝特伦没法给对方在进行头部护拼的时候 可能要流鼻息净了 他流鼻息净的原因也是在第一局比赛里面 最后的十秒钟的时候 由于贝特伦的技术动作占到了便宜 他认为这个机骨肯定有效忍 因为从10号来说 王可汗伸到立体气质 而贝特伦的身高 只有一名六四 双方将近差了10公分 现在贝特伦的这个连击 我们看来自国级王国荷兰的贝特伦 这个立体惊恐的拳马还是很飙子 现在王可汗利用这种后撤步来寻找机会 这是对的 我们可以看到王可汗的鼻子已经激血了 包括嘴里也被激出了血 这种战斗意识 我们可以看到贝特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漏洞 一个的连击频率 这是怒了 王可汗 但是刚才跑步的时候 在我们这个DWF近战斗当中是不允许主动暴摔对手的 的确 现在王可汗出面用腿法要控制一下对手 不要一队给对方来平衡 非常快 对 用腿法控制一下对手 控制一下对手 典型的提拳节奏开始打起来了 如果王可汗不打对对方的这个节奏 对自己是非常不利的 贝特伦的护法移动 包括自己的拳法连击和对对手的迎击以及拳腿的组合 在这一回我们阿威呢开始打开了 这在我们武林峰这台当中 可以说在女权种当中拳法最好的一位 贝特伦 让我们今天记住她 也是我们王可汗自从记住我们武林峰应该打到最硬的一场 这个王可汗呢是来自这个黑龙妖 她是一个哈尔滨那个女孩 我们现在是从河南队退役之后 来到武林峰打这种自由搏击 在双方的球场队看起来 双方都没有太多的连续进攻的意识 基本上打三四拳就结束了 你看现在这个王可汗利用了全手前来頂着对手 但从双方拳的力量来看 贝特伦拳的力量确实重 没错 并且速度也很快 组合也很流畅 但是王可汗的最大优势我避产 就避产又避产到场 对方高出十公分吧 第二天双方的真是奇幻 尤其是王可汗 双方在第二回合应该没有太明显的游猎势 是啊 不过在第一回合 贝特伦被连续强阻两次 如果在第三回合不挽回腿势 他就会失去这场比赛 这是我们一个慢放 这是贝特伦一队连击前后手的摆拳和前手的后手的上钩 你像女选手能有这种清晰的上手的勾拳是很难见到 而且还有技术动作 没错 这是王可汗被激怒了 主门暴摘 这个我们是不提唱的 宋老师 这被激怒了 没办法 我们来说明天那些男孩 这跟两代人的他们有精神 还解论这段来说明天 Devil 对了 我们走开 来不儿人忙 我们去买两个小小时 来不儿人能吃 也来不得上 一鼓